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喔 若師傅也要來分享一個健康好料理 我們今天要燒的是秋葵 對 我們來釀一個秋葵 我們師傅做了一個內餡對不對 對 這是一般蝦漿 然後把它打一打之後 加上一點鹽巴下去把它醃漬就可以了 這種餡就是我們火鍋丸的那種蝦丸 或者海鮮丸一樣都可以 那你就是把秋葵切開之後 放一點點太白粉 然後你一定要用一個塑膠袋 就是補較骨味沾手 然後輕輕的這樣子把它推 然後推開之後你就很簡單的 把它稍微抹一下 這樣就好了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製作它 然後很簡單 我們先把我們這個 先把它稍微繞一下 好 我們熱了兩個鍋 那現在先下鍋的這個是乾鍋 來乾炒一下菇 我們講說菇裡面有多囊底 可是它水分很多 然後它是一個海綿底 它不能放很多的柚 你就是要用乾鍋 先把它烘一下 讓它的香氣出來 而且它現在會冒一點水氣水煙 對 這是正常 因為含水量是蠻高的 非常非常的高 我們說菇裡面的含水量 百分之差不多有八十 所以你看它乾乾的 其實菇會很多水 對 有些人把它進烤箱烤 烤菇也是同樣的道理 對 就是說溫度讓它去熟成 讓它水分流失 對 所以菇要煮的好吃 一定要經過乾炒 要不然就烤過 它的香氣才會香 然後它這樣子乾煸的時候 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你在斑煸的時候 一定會有水氣 不是因為它燒焦 是因為它水氣有了蒸氣之後 它才會有水 它才會熟 所以你要去拌炒它 沒錯 沒錯 你如果不拌炒它的話 它很容易就焦掉了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就看到有香氣已經上來了 然後就會看到旁邊 有一點點顏色的上色 因為它有多糖體 它很容易就上色 然後它會變得更香 稍微炒一下之後 記得我們的玉米 好 我們玉米液 對 玉米液下來 這個是新鮮的玉米 把它這個切粒 對 讓它拌炒 然後我們現在 對 拌炒的過程 加一點油 加一點油 因為我們的玉米 一定要加一點油下去炒 它才會香 好 這個時候很簡單 我們用兩個鍋子 這個我們稍微把它燜一下 好 然後讓這個 玉米要把它燜熟 差不多平均三湯匙的水 蓋上去就可以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做這一個 好 我們要來做我們的這一個 秋葵香這一個海鮮 對 我們先用一點點的油下去 我們下去 亮好的這個秋葵 它其實都很緊的 這個時候你油 先給它熱一下 秋葵就直接下了 好 那一般在煮秋葵 它都會很長的一個時間 它其實在馬來西亞 他們會有一個釀 我們講說釀肉釀一些的海鮮 對 然後它會釀很多的東西 像幾乎所有的蔬菜它都可以釀 對 可是因為它在釀的當中 它是要用煮的 所以我們用這個情況的時候 它的熟成就會比較快 好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等於先稍微乾煎它 對 要乾煎它 那乾煎的話 它會變得比較香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是用大火 直接下去做乾煎的動作 那你在乾煎完了之後 你其實它的青菜的脆綠素也都會在 對 也會變得比較好 秋葵其實燒得好 你看它那個綠色很漂亮 對 非常漂亮 就非常的脆 對 對 對 那你就是稍微乾煎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乾煎好之後 我們其實要透過一些些的蒸氣 然後蒸氣把它稍微煮一下 好 所以我們乾煎之後 我們加少量的水 對 差不多也是一樣 差不多三大匙的水下來就可以了 好 然後蓋上鍋蓋燜它 好 稍微蒸一下 燜好了 把它打開 好 我們剛剛那個菇 也順便放進去青花鼠 一起燜煮一下 對 這個青花鼠 我們就先把它上來 這個燜一下也是很漂亮 對 然後很熟這樣 你就這樣子清蒸這樣子把它蒸好之後 然後這個就是蔬菜 好 我們現在就把它拌掉 我們蔬菜也可以拿下來 一起拌著吃 對 然後重點我們現在就是 這個秋葵也好了 對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秋葵 對 然後秋葵就很像 秋葵這個真的很漂亮 對 然後就加上一點點的醬油 它那個餡料真的就是那個 蝦子丸或者花枝丸的感覺 對 一點點的黑胡椒讓它有香氣 然後這時候我們稍微簡單加熱 拌一拌 放在那個蔬菜上面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喔 秋葵的主法就是兩種 一種就是清蒸油 就是假醬油 所以它往往那個裡頭的籽 跟那個整個秋葵的味道 都是紮紮實實的就是秋葵味 可是呢 當你如果裡頭加了 像它這樣子的一個 比較鮮甜的蝦醬的時候 這個蝦醬的汁 會在蒸煮的過程中 把秋葵融進了這個汁 所以你其實在吃這個秋葵 加這個蝦醬的時候 你的感覺其實還是一個 很鮮甜的蝦醬 然後外面包了一層軟軟的皮 而不是像秋葵的味道 所以如果假設你家有這種 不喜歡吃或者挑嘴的人 就是覺得秋葵不好吃 但你又知道它健康 不妨你可以讓它試試看這個 我覺得說不定 它接受度是很高的 那講到腸胃